男子被推上救護車 一動也不動 醫護人員趕緊進行搶救 但讓救護人員不解的是 男子的嘴唇整個紅腫 疑似有凍傷的痕跡 事發在1號晚上 男子到朋友家過夜 沒想到2號一早 男子都沒出房門 朋友察覺有意 趕緊開門查看 結果發現男子失去意識 旁邊還有兩隻不明氣體的鋼瓶 其實這名年約23歲的男子 被朋友發現時 手持軟管口鼻凍傷 疑似是吸到笑氣氣體身亡 附近鄰居透露 當時有聽到年輕人 凌晨3 4點還在喝酒 甚至還看到兩隻鋼瓶 沒想到天亮後 就傳出男子身亡的消息 警方抱著鋼瓶放進後車廂 準備送網鑑定 將釐清鋼瓶內的氣體 而案發現場沒有打鬥的痕跡 至於男子詳細的死因 還有待相關人員解剖 才能真相大白 記者劉錦昭玉君華聯報道